那么实际上,佛在放光化佛说咒的时候,这个咒一出口啊,欧南就已经脱烂了,不是把咒说完了,那么文书斯利菩萨把这个咒拿去,才把这个邪咒破掉,那个时间算起来也不合算了。 你看看后边第七卷的楞严咒,我们平常找过一般寺庙念这个楞严咒啊,要花多少时间啊,里面有多少字啊,那么这个时间有多久啊,所以毕竟不是说,咒说完了,文书斯利菩萨拿去破邪咒,我想不是这个样子,念当就是佛一说咒,那边邪咒就已经破坏了, 那么欧南就已经得救了啊,那么呃,所以要需要文书去啊,用意识要提奖他们回来,欧南碰到这种的磨难,他心里很难过,脸上也不好看,他没有人去邻他回来,他会觉得很难过的,所以要讲劝他,安慰他,所以由文书菩萨最适当, 提奖他回来,那么不但是要度他呀,同时要度摩登区,这个摩登区你同时他的因缘成熟也有得度的,就是后边经文的姓比丘尼,所以因为他需要,呃,有这个因缘,文书去带领他回来,呃,所以佛放光说咒的时候,邪咒就已经破了,欧南就已经脱离磨难了, 但是由文书去领导他回来,提奖欧南,即摩登区归来佛所,摩登区,应当是摩登区的女儿,就是摩登区女,嗯,伯吉提,同时啊,都把他带回来,到,呃,七环金社,见佛,那么这个时候欧南一见佛呀,顶礼悲喜,先顶礼 感谢佛的救度他,假如不是佛的救度他,他的问题相当严重,所以呀,先顶礼,感谢佛,啊,一方面呢,也希望佛呀,赶快教他该怎么修行,才能,啊,这个得到断烦牢,表生时,成就无上福地的这个目标,所以接下去,呃,说出他内心的, 重要的希望,悲喜,悲是悲伤,呃,悲伤他遭到这么严重的磨难,呃,呃,本来一心要好好的用功修行,呃,想要好好的学习平等心去脱拨,没有想到会遭到这个磨难,所以他心里很悲伤,呃,流眼泪呀,无声悦息,人在哭的时候, 哭,有声叫做哭,呃,所以这个中文的方块字啊,哭字,上面两个口,呃,下面一个大,呃,哭,总是要嘴张开的, 嘴张开才能够把这个哭声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嘴张的两个嘴那么大,那个叫做哭,哭,呃,各位有没有哭的经验啊,啊,我看多多少少总是有一点吧, 就是男众嘛,英勇有类不轻弹,偶然也会弹一弹的,啊,那么一般如果是不好意思哭出声音来,把声音压住,呃,不让声音哭出来,直在鼻子里面,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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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情况,那个叫做吸,吸,啊, 啊,就是,就是,虽然是,想哭,想要大哭,可是,在那种犯件之下,不好意思把声音放大,我呢,这个,这个时候,并不仅在经验里很多人,啊,他不好意思把声音哭出来,哇哇,哇哇叫,所以他只好啊,压住那个声音啊, 那个悲伤的心情,从这个流泪,啊,这个,抽携,呃,抽携的这种情况下,表达出那种的心中难过的情况,所以叫做悲喜,他悲喜什么呀,恨无始来呀,一向多闻,未权倒立,他这一恨,就由后边全部十卷经文, 就这一恨就出来了,如果欧兰没有这一恨的话,就没有后边的经文啊,这个恨太好了,他那个时候很辛苦啊,但是我们的大利益,假如当时欧兰没有这个恨,没有这一部经,太虚大师的愣眼镜社论里面,关于这个恨,发挥的最清楚了,啊, 他分成这个恨的内容,啊,厌,厌舌的意思,跟取,求取的意思,分这两类,按照后边十卷经文的内容,啊,把经文一一提示出来, 现在因为我们一方面没有后边经文,可以走证,因为大家只有第一卷,一方面,我们大致都是初学,啊,甚至,也许有人不曾看过愣眼镜, 那么把那些文字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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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他们有两种来说明 第一啊 他自己恨过去 经文里面很显明的说出来 一向多问 无时就是从来 从由这个精神 由这个是神以来 这个开始找不到的 不能叫做最初 有人的诸解往往喜欢用最初一念 那个最初 那个最初不对的 如果有最初的话就会有最后 那么如果有最后的话 那就将来成佛了还会变成众生 不能用那个最初 经文明明说无时 众生无量 皆来轮回生死 好像圆款的圆形 圆的 这个圆圆的东西你要哪里早开始啊 啊 例如说 这个圆的东西 这个圆的东西 你要看开始在哪里啊 找不到在那开始 因为它周围都是一样的嘛 周围都是一样 你要哪里早开始啊 所以叫做无时 这个所谓无时啊 就是我们一向如此 有这个精神 有这个知识 一向就是 就是阿内了 一向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恨他自己过去啊 多生多结以来 一向就是多闻 启翻 用耳朵听 听进去了 用记忆力把佛法把它记起来 可是他就停留在这个记 停留在记 没有诗 没有修 闻诗修三辉啊 他只在闻 因为只有文啊 记在脑子里面 没有诗 没有修 所以就未全道理啊 他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他有道理 假如没有道理的话 那就完了 有人呢 这个毁 等于毁谤 尊者 说得很不好听 把他 说得 认为他 自高自大 自己想要学菩萨 可是他 还是个 普通一般人 都还不如 所以说得很不好听 不对的 他虽然是 中文 直在多文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如果完全没有道理的话 碰到那种谋难啊 他 没有办法支持的 举个世间法的例子说 如果世间一般人 不懂佛法 没有修行的人 碰到那种情况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 不错啊 厌福不解嘛 你想想是不是 如果世间一般的男性 碰到这种情况 他会觉得 厌福不解嘛 自己头发送报嘛 也不是我去找他啊 他自己来找上我啊 那我是厌福不解了 世间人 会这种的想法 可是他坚强的 支持住 他实践的功能 所以他出家 所谓得不 得这个 得不坏性啊 就是得到 这个四不坏性 对于佛 法 身的三宝 跟佛所制的戒法 他坚信不移 他那个持戒的力量 非常的坚强 所以他碰到 这种的情况 他能够坚持住 他的持戒 不会有丝毫的 这个动心 所以后边经文说 心轻禁锢 尚未伦利 纵然终于的 遭遇到 这个摩登千里的 英公无魔 将会戒体 他还能够坚持住 他的戒法 完全不会遭遇到 不会有丝毫的动心 他心完全不动 只求佛赶快来救他 所以那个时候啊 欧南简直像死人 碰到那种境界 他就像个死掉的人一样 不会有所感受 因为有所感受的话 问题就会严重的 他不会有所感受 比从前有个儒家读书人上 上考试的时候的碰到的境界 他要难得多 比他难过几千倍 这个话怎么说呢 我说出这个故事来 我有话又长了 从前有个上经考试的读书人 在路上捡到一包金子很多 他想 这必定是有人遗失的 他不敢得到这个路上的财 他想死掉的人 必定很严重 他就住在这个失掉金子的地方 把这个金子抱在怀中啊 等住人来 等到天黑 有个女人啊 匆匆忙忙赶回来 边哭边找 他说你找什么啊 我一包钱啊 我在路上丢掉啊 这是我的婆婆 她病得很严重 我去买东西 买到的这个换来一包金子 要替她治病的 现在我有医师了 我怎么办啊 他说你失掉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那么他把事情说出来 在这里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捡到啊 我坐在这里等你 那么我就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你吧 你的吧 打开来一看 不做 就是他的 他高兴得不得了 那么他的家就在前面不远 因为天黑了 那么他说天黑了怎么办呢 他又不能走入了 这个妇人呢就请他说 那就到我家去吧 我就在前面了 那么到他家里去 那么这个要考试的人就住在他家里 这个晚上啊 因为他帮他捡到这个钱 他不但不会变为敌意 我而且他替他坐在哪里等 就感谢他 他没有什么仇搭 晚上啊 他的婆婆就肆意叫他 以身来啊 大谢他 到了半夜 他到这个读书人的书房去啊 本来意思是想要啊 这个头牌 可是这个读书人呢 他在读书 他坚持着不可以 他来要求的时候 他不可 大声的一个不可 他退了几步 他又来 他又说不可 他又退了几步 那么第三次他又来 他说不可 不可量是最难啊 那已经是咬尽牙关了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情况 这个他这个不可量是最难 这个妇人不好意思啊 也难为情就退回去了 那么天亮啊 他也不吃饭就走了 到了上京考试了 考卷了 写的并不怎么理想 啊 检考官啊 他就下壁 想要把它勾掉 不要 他想要把下壁勾掉的时候 上面来一个声音 不可 叫他不要勾掉 哎 怎么不可啊 他站下壁要勾 上面又是声音 不可 也不敢勾 这明明不好的文章嘛 我要把它勾掉 哎 真要第三次要勾掉的时候 空中来个很大